这个月我们要来介绍 海中的外星生物章鱼 章鱼就是我们俗称的八爪鱼 但它不是鱼类而是投足类生物 也是非常常见的海洋经济生物 章鱼拥有八只可自由活动的碗 在海中借灵活控制碗及吸盘活动 章鱼不仅构造奇特 它的行为也很独特 能变换出各种形状 因此有了海中外星生物这样的称号 章鱼借着水从漏斗喷出的动力而前进 并能够用漏斗控制方向 与十多海地生物相同 它能随环境变换体色 改变表皮质地 在烟石 珊瑚礁和海藻中 有很好的拟态 遇到危险时 它也会喷出墨汁并趁机逃跑 章鱼平时用碗爬行 也可借由碗与碗间像铺一样的皮膜来游动 利用灵活的碗足 它能自在地在胶岩石缝及海床之间快速爬行 你们看 这只章鱼就是正在用碗足快速行走哦 章鱼属于夜行性的底漆生物 太阳下山后才开始外出活动 它们特别喜欢独来独往生活 就像是独行侠 小章鱼的身体比较透明 模样可爱 但跟成年章鱼一样 从小就得练习独立生活 在这次的影片中 我们很幸运地拍摄到章鱼 在摄食贝类的难得片段 发现美食的章鱼 利用灵活的碗足及吸盘 用力拌开贝壳 顺利地吃下美味的一餐 章鱼具有极为分化与复杂的脑 极佳的顺利 以及可灵活控制碗与吸盘的能力 是具有高智能的五颈椎动物 接下来换最致命又美丽的章鱼登场啦 它的名字是蓝环章鱼 蓝环章鱼的体长只有大约10公分 一旦被激怒 就会迅速将体色改变为亮黄色 并显示出蓝色的圈状花纹 虽然美丽 但成年只要被咬一小口就可能丧命 是世界上最毒的动物之一 幸好它们平时主要以小型虾瀉为食 不主动攻击人类 原来八爪章鱼是如此迷人又独特